是吃老字号品牌生产的饼干 民众买回家打开之后 发现了一个迷样的黑色胶带 照看之下还以为说是海苔片 但是呢这是黑色的胶带 差一点把它吃到肚子里头 消费者呢觉得太恶心了 试图要跟厂商联络 公关公司则是回应说 现在还在了解当中 一片接着一片 撸夹撸刷取 外头裹着糖粉 这款知名品牌的饼干 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没想到 有民众买回饼干后 打开来时竟发现 除了塑胶外带 那层还连着一大片黑色胶带 让人看了很傻眼 不知道是否品牌出了问题 要是额头没注意 直接吃下肚 那还得了 买饼干却咬到黑胶带 民众将照片PO上网 自嘲难不成除了黑胶带新口味 还是隐藏版附赠的海苔片 有网友反风说 胶带是让你吃完封住嘴巴 享受余味的 也有人说 连接吕博用的胶带 照理说 在制造过程中会跳过 应该是操作机器的人 在恍神 系者试图跟厂商联络 但截稿前还没得到答复 只是这样的加料饼干 恐怕让人 使不下眼 中期新闻台北综合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